我爸的私生女考试拿了第一 我爸要举办庆功宴 还要当众宣布她的身份 庆功宴上 我叫人当众放出了她作弊的视频 以及她与我爸的亲子鉴定报告 成绩第一是假的 亲生父女关系也是假的 看着愤怒的我爸 我遥遥举起酒杯 爸 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呢 不然怎么会放任 你将这对母女带回来啊 我妈葬礼刚办完 晚饭时 我爸便带着私生女和她妈进了门 刘姨再添两副碗筷 我爸边喊边把人带到餐桌旁 刘姨站在原地 看看我 又看看我爸 怎么 我在这个家说话不管用了是吧 我爸语气扬起几分 明显戴上了不悦 我慢条斯里地饮下一口红酒 添过头 对刘姨点点头 刘姨松了口气 立马跑去添置碗筷 姐姐 你好 我是何顾姨 爸爸说 你的妈妈没了 你别伤心 以后我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 何顾姨穿着新买的连衣裙 小心翼翼走到我身旁 拽了拽我的衣袖 我爸一听这话 连忙走过来摸她的头 夸她懂事 视线扫过 站在一旁 躲着暗笑的娇艳女人 再看向旁边一脸无辜 却句句带刺的何顾姨 我笑了笑 戏演得不错呀 不愧是隐忍了这么多年的母女 爸爸 姐姐不理我 是不喜欢我吗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不等我说话 何顾姨一脸委屈地抱着我爸的手臂 低头不敢再看我 没事没事 不关你的事 你姐姐就这个德行 我们不理她 来 坐下吃饭 我爸拍着何顾姨的头 给他们母女二人拉开椅子 一副好丈夫好爸爸的样子 看得我差点吐出来 何姨 听说人走后 灵魂还会在熟悉的地方 停留一段时间 我看着何秦落座的位置 晃着酒杯轻轻开口 何秦有些迷茫地看向我 我向他勾了勾唇 我妈葬礼刚结束 你坐的是我妈的位置 你说她会不会 啊 还不等我话说完 何秦就惊叫着从位置上弹了起来 肩膀止不住地颤抖 一看就被吓得不轻 沈佳莹 你要干什么 我爸筷子一拍 指着我的鼻子质问 我用方巾试了是嘴角 云淡风轻地说 我只是友情提醒而已 刘姨再搬两个椅子过来 让这两位坐到合适的位置上 好的 小姐 刘姨声音也挺了几分 麻利地招呼人搬来椅子 刘姨 把我这儿收拾了吧 不等我爸开口帮腔 我直接起了身 走之前 对上了何秦又气又怕的视线 好笑地勾了勾嘴角 这就怕了 这才哪到哪啊 你和你女儿害我妈的账 我可得和你好好算呢 沈佳莹 你找我出来 就是让我当司机的呀 被我饭后电话叫出来的闺蜜徐染 握着方向盘发牢骚 我喝了酒开不了车 一会儿给你买包 你挑 我结账 我看了眼时间 漫不经心说道 徐染默默比出一个大拇指 珠了嘴 小姐 车窗被扣响 摇下车窗 跟了我爸十多年的陈秘书 拿着一个文件袋 神情严肃 接过文件袋 我对着陈秘书笑了笑 陈叔 辛苦了 没有你 我爸也不会这么快 就动了接人回家的想法 你女儿的病 多少钱我都兜底 放心吧 陈秘书对着我鞠了一躬 离开了 我去 那个私生女 竟然不是你爸亲生的 徐染抢过我手上的鉴定报告 惊讶的嘴都合不上 我靠在副驾时 点上烟 没什么表情 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徐染看着我的样子 问出声 我点点头 呼出烟雾 我亲爱的好爸爸 这份大礼我 可得好好选个时间送给你 那你还让他们进门 不对 他们能进门 不会也是你设计的吧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徐染猜测的范围 吐出最后一口烟雾 将烟熄灭 抬眼看徐染 与其放他们母女在别的地方做妖 不如直接放我眼皮底下 关门打狗 多有意思 徐染被我弄得一机灵 连忙挫着手上的鸡皮疙瘩 太吓人了 还好我没得罪你 不然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对了 染 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我生日了 明天你来我家帮我个忙 我凑身上去 附在徐染耳边 说了我的计划 徐染边听边抖 姐姐早 第二天一早下楼 何顾一遍坐在沙发上喊我 眉眼间有着暗暗得意 懒得搭理她 接过流移递来的温水 边喝边坐到沙发上 今天周末 爸爸休息 妈妈说胸口闷 爸爸就陪着妈妈出去散心了 姐姐 他们真恩爱对吧 何顾一学着我的样子 端起桌上的水杯 洋洋得意地喝了一口 瞧着她那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好笑地摇了摇头 真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小姐 许小姐来了 家营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刘姨刚说完 徐染清脆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姐姐好 何顾一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着走近的徐染 乖巧一笑 眼睛弯得像个小月牙 瞧着很是讨喜 这谁呀 你们家新招的保姆 这么年轻 还高中吧 顾同工是犯法的 你知道吧 徐染扫何顾一眼 脸转向我 声音嘹亮 何顾一听着徐染的话 愣在原地 气得脸胀红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去 给我倒杯水 徐染悠哉地坐上沙发 懒散地指了指何顾一 我 我不是 何顾一气地开口反驳 谁知还没说完 就被徐染震慑回去了 还不快去 愣着干嘛 徐染眉头一横 声音带了怒 好歹是许家产业的继承人 气势一出来 何顾一被吓得不敢再说 乖乖去到水了 佳莹 下礼拜不是你生日了吗 提前给你送礼物来了 看看喜不喜欢 徐染鱼光扫过何顾一的身影 提高了些雨量 既不显得刻意 又确保何顾一能听见 话说 你这次生日宴 打算怎么办呢 和往年一样呗 我随意回道 对了 周自其回国了 你别忘了请啊 现在周家可是如日中天啊 他作为周家唯一的继承人 又帅又有钱又有地位 徐染很认真地开口嘱咐 余光挑过何顾一侧头偷听的样子 我对着徐染挑挑眉 示意他继续 何顾一和他妈一样 好吃懒做 一心想着抱住一棵大树 一步登天 现在虽是进了沈家门 但两人总归是不放心 总想着再抱一个大腿 周自其就是我为他选好的大树 也是我为他挖好的坑 徐染接收到我的意思 继续开口 嗨 你也别觉得尴尬 虽然你之前追他没追到 但都过去了 你也别太伤心 啪 徐染话刚落 身后就传来杯子破碎的声音 我和徐染同时转头看 只见何顾一站在不远处 盯着地上破碎的玻璃出神 何顾一从小就想着要我的所有东西 现在徐染的话一出 更加坚定了他对周自其的兴趣 好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见目的达到 徐染起身准备走 我送你吧 正好我也要去公司一趟 我跟上徐染的脚步 出了门 沈家莹 你是真独啊 周自其那玩独自玩意儿 在国外就花天酒地 他那个未婚妻苏家 又是个狠角色 眼里容不得沙子 要是那私生女 真和周自其搞上 他可真没好日子过了 你这是借刀杀人啊 徐染一上车 就开始吐槽 我系好安全带 点上一根烟 顺便给了徐染一根 周自其那个未婚妻 一直想和他解除婚约来着吧 但始终没找到他的把柄 我开窗 吐出烟雾 是啊 那个王八蛋 玩得比谁都花 证据毁得比谁都干净 徐染提起周自其 就是一记白眼 周自其说白了 就是个靠家里的草包渣男 要不是演戏 那些夸奖的话 这辈子都跟他无关 况且现在周家 一心想着巴结苏家 那就当是我给苏家 送的礼物了吧 顺水人情 我夹着烟 靠着车窗 徐染对我的厚脸皮 再次送上大拇指 你这就是典型的 得了便宜 还卖乖吧 苏家真是被你卖了 还要帮你数钱啊 徐染吸了烟 寄安全带的间隙 犹豫着再次开口 那个 陆子周快回国了 特意赶着 你生日回来的 你这次要不喊他来吧 我直视前方 转动方向盘并不搭话 陆子周 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徐染耸了耸肩 小声嘀咕 闹了这么几年 还没闹完呢 真是两个大将种 懒得管你们 给徐染送走后 又回公司待了会儿 等回家的时候 我爸 何秦 何故仪 齐齐看向我 看来 何故仪把想去我生日宴的想法提出来了呀 家莹 这次生日宴 你带着小姨一起去 让她也多认识认识人 我爸命令式地朝我开口 我靠着墙 将何故仪和何秦雀跃的神情收进眼里 身份呢 她以什么身份参加我的生日宴 私生女吗 你 何故仪委屈地红了眼 刚想开口 就被我直接打断了 我摇摇盯着我爸 爸 别怪我不提醒你 这时候出来一个私生女 对你 对公司都不是件好事 公司董事会 那些人可不是吃素的 爸爸 何故仪瞧了眼何秦 抽气着抱住我爸的手臂 我爸瞧了我几眼 又摸了摸何故仪的头 思索一番后 开口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是沈家的朋友 小姨你也记住了呀 不要说自己的身份 何故仪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何秦的笑容将在嘴边 我盯着我爸那伪善的慈爱 冷笑出声 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 这个男人最爱的 永远只会是他的前世 小姨 现在比较紧张 还不好公开你们的身份 等过段时间 我就公开 先委屈你们呢 我爸转头安慰他们母女 懒得看他们家人情身地 做偶模样 静止上了楼 这样的话 周自棋的警戒性 倒是会降低很多 生日宴当天 我穿着礼服 站在二楼往下看 周自棋来了吗 来了 一个人来的 苏家航班延误了 徐染妆容精致地站在我身旁 红唇清起 视线锁定楼下东张西望的何故仪 我抿了口酒 唇缓缓勾起 掐着时间下了楼 照着正常流程 吹蜡烛 许愿切蛋糕 流程结束后 便是自由交际时间 拿着酒 回到了二楼 瞧着何故仪穿着小短裙 装作不经意 靠近人母狗样的周自棋 再转眼 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大厅 上钩了 我笑着和徐染碰杯 没过多久 手机传来响动 笑着点开照片 这么快就拍好了 够速度啊 这 徐染的话梗在喉咙 小心翼翼抬眼瞧我 我瞧着照片上面对面说话的男女 笑容僵在脸上 徐染 陆子周怎么会来我的生日宴 你给的邀请函 我将手机举到徐染面前 照片上的男人 根本不是什么周自棋 而是我那久未蒙面的 未婚夫陆子周 徐染咽了口口水 将手机推回我怀里 别激动 别激动 我这不是想着你俩得见面处理问题吗 促进感情交流 正当我准备开口时 手机又响了 打开一看 陆子周的消息明晃晃出现 我亲爱的未婚妻 好久不见 不下来和我碰一杯吗 往楼下看去 陆子周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回来了 此时察觉我的目光 那张魅惑人心的脸上 现出笑容 对着我高高举杯 我盯着他几秒 转身离开了 逛了一圈后 回到了三楼的房间里 这次生日宴 依旧是给每个客人 都准备了房间 刚打开灯 就看见陆子周西装革履的 坐在我房间的沙发上 你怎么在我房间 我靠着门 并不打算往里进 未婚夫进未婚妻房间 不是什么难事 陆子周见我不进来 起了身 走近我 一把把我拽进了房间 顺带关上了门 把我抵在门上 这么久不见 怎么还是这么不欢迎我呀 陆子周扯了扯领带 声音低沉 我背靠着门 掀起眼皮 没什么情绪 周自齐是你支开的 你和何顾仪说了什么 怎么 怕我坏你是啊 陆子周手撑着门 凑到我耳畔 低声道 还不等我开口 他又将脸正对我 目光沉沉 沈佳莹 放手让那对母女进门 又给周自齐下套 你这是要对你爸和周家动手了呀 我们好歹要做夫妻的 怎么不找我帮忙呢 陆子周故意将夫妻二字 咬得极重 气息营绕在我鼻尖 夫妻 我没记错的话 陆总和我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 再说明白些 陆总不过是当时趁火打劫 我捏住陆子周的脸 精致的长甲 在他白皙的皮肤上留下红印 声音冷淡 陆子周听着我的话 并不恼 扯下我的手放到唇边吻了吻 放肆又深情 陆总这么说话 也不怕伤了我的心 我可是给你带了好消息来的 无赖 绿茶 我挣扎着收回手 在高定礼服上蹭了蹭 什么好消息 陆子周勾了勾嘴角 退开两步 慢条斯理地走到沙发前坐下 侧过头盯着我 过来 见我不动 陆子周也不急 挽着袖子 一副胜利在握的神情 之前给你妈妈看病的家庭医生 我找到她了 听到这句话 我眯了眯眼 找到了 我妈在我初中时 身体开始变差 这个家庭医生 一直进行治疗 可后来 我妈却疯了 而这位医生 也莫名消失了 我找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消息 我起身 走到陆子周面前 人给我 价格你开 陆子周四是 听见笑话般 滴滴笑出声 往后倒在沙发上 双臂随意搭着 沈总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你要什么 陆子周手指对着我勾了勾 声音有些暗哑 给威尔顿 昏暗房间里 陆子周身是 又脾气地腔调像一瓶 醒好的极品红酒 配着透进来的月色 散发出醉人的香气 我踩着高跟鞋走近它 弯下腰 陆子周 你的无人机项目 要进入国内了吧 没记错的话 你里面的定位系统 目前在和华耀的刘总谈吧 我不介意在刘总面前 给你下下半子 毕竟我和刘总也有些合作交情在 话刚落 嘴上猝不及防的一热 带着些许酒气 还不等我反应 又随即消失 报酬拿到了 走 带你去见人 陆子周将我带到沙发上 又立马拉起 搂着我的肩出了房间 你活腻了吗 我挣扎两下 发现正脱不开 对刚刚发生的事 又气又恼 抬头恶狠狠问 你想年纪轻轻就守寡吗 陆子周并不看我 心情大好的带着我往楼下走 正想反驳他 却瞟到了某处角落里 相谈甚欢的何故仪和周自棋 陆子周也发现了我的视线 脚步不停 手上力道却中了几分 你不是好奇我和那私生女说了什么吗 我吹捧了一下周自棋 帮你而已 帮我 又有什么目的 我语代怀疑 我能有什么目的 单纯去内 怕老婆 毕竟你一不开心就要给我下目下半子 多吓人啊 陆子周含着笑 像只奸计得逞的狐狸 彼此彼此跟你学的 我冷哼两声 车子划过夜色 开进了陌生的独栋别墅内 下了车 院子各处走动着训练有素的保镖 陆子周带着我停在一间房前 人在里面 要我陪你进去吗 不用 我静止推开门 房内被绑在椅子上的人 见到我 沧桑面容显出几分恍惚 张医生 好久不见了 我反手关门 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你是 佳莹 张霄脸上划过一丝惊慌和愧疚 随后低头沉默 既然张医生还记得我 那想必也知道 我来这儿要问什么了吧 我手搭在桌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 依旧是长久的沉默 我也不急 拿出手机 调出陆子周发给我的照片 推到张霄面前 张医生 我忘了说 你没有沉默的权利 张霄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激动起来 身体的挣扎带动椅子 在房间里发出刺耳的声音 诡异尖锐 沈佳莹 你有什么冲我来 我笑着拿过手机 盯着上面的照片 女生扎着麻花辫 举着一朵野花 笑得灿烂 张医生 你女儿真好看 和你真像 沈佳莹 她才十六岁 她才十六岁 你到底要干什么 张霄面目猙獰 像只被困住的野兽 恨不得咬断我的脖梗 看着她眼里冒出的红血丝 我关掉手机 犹如高高在上的审判者 盯着眼前人 十六岁 张霄 我妈疯的时候 我只有十四岁 一句话 仿佛一盆冷水 浇吸了张霄的怒火 她身体瞬间垂了下去 像极了忏悔者 每当我半夜惊醒 便能看到我妈站在我床前 用看仇人的眼神盯着我 然后双手狠狠掐着我的脖子 叫着让我去死 那一年我只有十四岁 也是我往后十三年黑暗的开始 我靠着椅背 神情漠然 仿佛再说一段别人的悲惨经历 张霄 我妈以前很爱我的 她也是个很开朗坚强的人 你说她怎么突然就疯了呢 就谁也不认识了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张霄连续不断地低难 张口喘着气 我的话好似勒在她脖子的绳索 让她呼吸不过来 我不需要刽子手的忏悔 我要事情的真相 我双手还胸 继续开口 你不肯说 无非是怕说完之后 我迁怒你女儿 但你好像忘了 要你和你女儿命的从来不是我 不然今天怎么可能只绑了你 你女儿还好好的睡着 替人做事 却被过河拆桥 本有大好前途 却落得带着女儿隐姓埋名 提心吊胆 张霄 你的行踪暴露 现在只有我 才能让你和你女儿活 张霄在我连续不断的话中 渐渐抬起头 眼里闪着泪光 灯光照在她过半的白发上 见她犹豫 我决定下季猛药 不再多说 起身朝门走去 我的耐心有限 不愿说就算了 我有很多办法找到我想知道的 但你们的命只有一条 就在我打开门的刹那 张霄喊出声 我说 我全都告诉你 张霄交代完她知道的所有事 已是两个小时后 没见到陆子舟 我不再逗留 朝大门走去 站在诺大的前院 抬头看夜幕 那沉沉夜色 仿佛道清的万丈深渊 朝我侵袭而来 我咬着烟 却怎么也刮不燃手中的火机 啪 随着一声清响 眼前亮起火光 陆子舟将火贴到我的烟上 问完了 我吐出烟雾 有些好笑地 看向陆子舟 陆总不是在监控时 观赏了全城吗 真当我瞎吗 看不见屋子里的摄像头啊 陆子舟也跟着笑了笑 难得的没有回呛我 抽走我嘴里的烟 吸了一口 又在我发作前 塞回我嘴里 你觉得这件事 真是和勤主导的 陆子舟接过管家送来的披肩 轻轻搭在我身上 我裹了裹身上的披肩 摇头 和勤没那么大能耐 他只是一把刀子而已 按照张霄刚刚说的 导致我妈疯的是 她当时每天注射的药剂 摧毁神经 药剂是和勤给的 这种药剂本就是违禁品 市面上根本购买不到 而且价格不便宜 和勤是想进沈家的门 但还没敢做到这种地步 也没能耐做到这种地步 你爸和周家 陆子舟又拿过我的烟 你要想抽 我这里还有 我把整盒递过去 陆子舟瞟一眼 推回 有些耍赖的开口 不要 你抽过的比较甜 我翻了个白眼 难得搭理它 我妈手上有公司的股份 她封了 对谁最有利 谁最想要这家公司 我重新点上一根烟 看着前方 却没有聚焦 你爸确实有问题 那周家呢 你怎么这么确定 陆子舟边问 边转头接过管家手里的东西 我沉浸在回忆里 没注意陆子舟的行为 我曾经 我妈还没封的时候 偶然见到过一次 周自祈的妈妈 陆子舟挑了挑眉 对于周自祈妈妈 圈内很多人都知道 是有名的女强人 一手创办公司 可惜结婚生子后 就基本不出门了 说是身体不好 精神出了问题 公司也成了周自祈罢管 后来自杀了 她当时疯的状态 和后来我妈妈疯的状态 很像 话刚落 便感到脚腕一热 低头看去 陆子舟正蹲着 截我的高跟鞋 记扣 你干什么 别动 陆子舟嘴上低赤 动作却格外轻柔 将我的记扣解开 把我的脚 放到刚送来的拖鞋里 你觉得 何勤和周自祈 他爸是一派的 陆子舟起身 继续转回我的话题 吸掉烟 拎上高跟鞋 扬了扬头发 是不是一派的 试试就知道了 人都在眼皮子底下了 陆总 叫人送我回去吧 我和你一起出去 我不在这儿住 我靠着车窗 陆子舟也格外安静 等到了点 我理了理裙子 准备开门下车 手腕突然被摁住 我转过头 眼带疑惑地 看向陆子舟 他睫毛颤了颤 扫向我的脖梗 沉默半想开口 还疼吗 我突然觉得 胸腔涌起一股热流 啄得我眼有些生疼 仿佛下一秒 就要难受地掉下泪来 十三年来 我如野草般生长 无人过问 无人注视 竟是一时间 不知怎么回答 同情我 那双抱我的手 掐在我脖子上时 其实没有很疼 只是很绝望 突然之间 我落入了一个怀抱中 犯着让人心安的白檀香 陆子舟并未说话 只是紧紧拥了我一会儿 便放开了 看着我离开 第二天起来 刚下楼便看见 何顾仪笑得阳光灿烂 嘴里念叨着 狩猎 猎场 姐姐 舟家给我发了 狩猎的邀请 你收到了吗 何顾仪沉浸在 舟自其给她的 特殊对待中 忍不住想要向我炫耀 姐姐 你不会没被邀请吧 我喝了口咖啡 将杯子稳稳放回桌上 像看笑话一般 挑向何顾仪 你知道这种私人活动的邀请函 是给脸生的人发的吗 说明白点 就是给那些别人 根本不知道 她什么身份的人的通行证 避免被保镖给请出去 何顾仪得意的笑将在脸上 那精致的邀请函 被捏出了褶皱 你坏了 到时候你可就进不去了 保镖来你的时候 你总不能说自己是沈家的私生女吧 我悠闲自得地掰着手里的面包 眼里的清面 深深刺进了何顾仪心里 家莹 她好歹是你妹妹 将来也是要被公开身份进沈家的 你这样说话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何琴说得柔情似水 却字字带刺 那寒情的双眸 倒真是引人怜惜 我妹妹 我记得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哪来的妹妹 我用方巾擦着手 看着何琴面色红一阵白一阵 不等何琴母女开口 我离开了餐桌 准备上楼 走到一半 相似想到什么般 对刘仪喊道 刘仪 这几天你帮我找找一本日记本吧 牛皮封面 那是我之前收拾我妈遗物时找到的 这段时间有些忙 忘记放哪了 刘仪爽快应声 余光扫过餐桌上 动作有些僵硬的何琴 勾了勾唇 上楼了 喂 你帮我查件事 我之前在我妈日记本上看到她写着 她没封 她没病 是有人害她之类的话 我想着她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在房间说完这句话 便弄出动静开门 看着楼梯转角处飘过的裙角 再看看并没有拨号的手机 鱼 上钩了呀 狩猎当天 我正在选弓箭 电话响起 小姐 何琴离开别墅了 嗯 盯好了 挂掉电话 比了比手中的弓 往常狩猎也没见你怎么来过 今儿倒是稀奇啊 徐冉拿着挑好的弓 凑到我耳边 手痒了 我笑着搭茶 我不找个由头离开家 何琴怎么会有动作呢 周自奇对那个私生女倒是上心 还要来狩猎了 不过苏家也是奇怪 你生日航班延误 现在又分公司有问题 回不来 徐冉边和我往外走 边低声八卦 我暗笑不语 等我和徐冉出去选马时 其他人早已经开始了 视线扫了扫 突然看到了何故仪朝鹿子舟走去的身影 等装好箭筒后 翻身上马 朝何故仪方向行去 正当何故仪想往鹿子舟方向倒时 一道利剑从他脖子划过 擦破了皮 鲜血猛地溢出 啊 何故仪倒在地上 捂着破皮的地方尖叫 我坐在马上 放下弓 冷冷俯视地上的人 一字一句充满警告意味 我好像很早之前就对你说过 不要碰我的东西 来狩猎的人 零零散散都围了过来 却没人敢上前扶何故仪 毕竟 在没搞清楚情况前 谁也不想因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女生 下了马站在猎区 上赶着当火靶子 鹿子舟骑着马上前 眉目间藏着些许不耐 说的话也是又毒又狠 何故仪眼泪掉得更凶 舟自其气急 却又不敢得罪鹿子舟 只能咬着牙 带着何故仪去包扎 原来你吃醋这么狠啊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待尽 鹿子舟骑着马和我并排 眼睛含着笑 逆他一眼 并不想搭话 拉紧缰绳 骑着马往前奔去 说 狩猎回来后 在房间换完衣服 便接到了新的电话 何秦出门后 上了一辆车 车内人看不清 但看到了保镖的脸 确实是周家 知道了 不用盯了 我盘算着得到的信息 将手中把玩的飞镖扔出 正中把心 何秦 何故仪 周家 我爸 有意思 狩猎回来后 何故仪见着我 就像老鼠见了猫 在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 而他那位一贯慧眼的母亲 也因为我编造的日记本的事 坐立不安 不敢出现在我面前 落得一段时间清静 直到何故仪期末成绩出来 年级第一 餐桌上 何故仪撒着娇 我爸笑着宠 何秦唱着红脸说 不能惯 好一出家庭温馨剧 我差点忍不住要鼓掌了 我想了一下 小姨已经十八了 不能一直没有身份 这次就借着第一这个事 办个庆功宴 然后宣布 小姨是我的亲女儿 我爸摸着何故仪的头 针针辞腹 何故仪又哭又笑地抱着我爸 何秦也在一旁抹眼泪 爸 你就这么怕被我踢出局吗 我在一片欢乐中 杀风景的开口 何故仪和何秦不明所以 但我爸心里确实门清 突然宣布何故仪的身份 不过是近期公司 由股东股份转让 到了我的手里 开始害怕了 开始找新的女儿了 听话愚蠢好掌控的何故仪 将来联姻 前世还能保住 沈佳莹 你不要太嚣张了 我是你爸 被戳中痛点的男人 手狠狠拍向桌面 吓得另外两人一颤 一向当结与花的和勤 此刻却一句话不敢说 爸 庆功宴记得请我 我拿着酒离开餐桌 庆功宴办在郊外的庄园 很盛大 宴请的宾客也极多 你爸这是当着所有人面 打你脸啊 你还这么悠哉 你知道圈子里多少人 等着看你笑话吗 我的姐 徐冉提着裙子 急匆匆地找到我 一上来嘴就没停过 我对着不远处的酒室 打了个手势 带她走近 从托盘上取下两杯酒 润润喉 你 陆子周正赶过来 徐冉仰头喝酒 嗯 他也在邀请行列 人家是担心你 来给你撑场子的 毕竟他陆总的面子 谁都要给几分的 徐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随后又反应过来 凑近我 不对 这不符合你的做事风格 你憋着什么大招呢 我递过去一个 你终于开窍的眼神 气定神闲的饮酒 徐冉接收到眼神后 也不再多话 和我碰了碰杯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灯光暗下来 我爸赤巨资打造的 屏幕亮起点点星光 整个空间 都有了公主的梦幻感 和顾仪穿着价格不菲的礼服 从楼梯上走下来 插根鸡毛 真以为自己变凤凰了 徐冉站在二楼 不屑开口 我握着酒杯 看着楼下我爸的一番发言 和何顾仪的妇女情深 算算时间 好戏要开场了 我爸话音刚落 身后的屏幕突然不受控制地 滚动起来 一段考试的监控视频 跳了出来 和顾仪作弊的小动作 一览无遗 一时间 宾客愣在当场 这第一是假的 还不等众人反应 一张鉴定报告的照片 轰然出现 这下 大家坐不住了 窃窃私语的声音 逐渐多起来 这亲生妇女 也是假的 原来 你的那个报告 是要用在这儿啊 够狠 徐染笑出声 还不等徐染笑完 何顾仪和周自祺的亲密照 开始了滚动播放 来的宾客震惊了 何顾仪傻了 记者们兴奋了 议论声 相机声 还有何顾仪的哭声 以及何琴的解释声 混杂在一起 庆功宴成了一场极致的闹剧 我吹了个口哨 和我爸愤怒的视线相撞 我笑着对他遥遥举杯 这还只是个开始呢 沈佳莹 你算计到我头上来了 真有胆子啊 庆功宴被迫提前终止 我随着宾客一起往外走时 身后一道傲气的女声叫住了我 艳丽高傲的苏家正扬着下巴看我 苏家 过河拆桥可不好 我拦住想要上前护我的徐染 语气带笑 哼 苏家撅着嘴冷哼一声 都是聪明人 从苏家一直找理由不回来时 我就明白他知道我对周自祺做的事了 他在默许 苏总 没事 我就先撤了 你不是还得回去商议取消婚约的事吗 祝成功 我对苏家摆摆手 准备离开 沈佳莹 下次请你喝酒 我背对着苏家 逼了个OK 沈佳莹 就这样意气风发地活着吧 别窝囊 不然瞧不起你 苏家傲娇的声音 再次从我身后传来 我挥挥手 刚到家 留一遍凑上钱 说气氛不对 让我离远点 我笑着宽慰了几句 就听见书房里何琴的哭喊声 你满意了 何顾仪还穿着那件礼服 但没了刚开始的娇美 眼睛红肿 一看就哭了很久 满意 我靠着柱子 反问出声 紧接着又轻喝 怎么可能 你还想干什么 现在我的名声毁了 我妈的名声也毁了 我和我妈要被扫地出门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何顾仪双目瞪大 歇斯底里地朝我吼道 首先 你的名声不是我毁的 你妈的名声也不是我毁的 但是 我顿了顿 凑近何顾仪道 我妈的人生和痛苦 却是你们带来的 你和你妈来我家 向我妈示威 就因为她当时疯了 你便把她从楼梯上推下来 你还记得吧 我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妈脚上都是血 抱着我像个孩子一样哭 还有 你活埋了 我妈送我的猫 记得吧 我找你理论 你向我爸告状 我被打到躺在地上 何顾仪听着我的话 张着嘴半天 也说不出一个字 眼里全是恐慌 这一桩桩 一件件 你说 我该怎么向你们讨回来呢 我步步逼近何顾仪 像个索命的恶魔 何顾仪被我 逼得摔倒在地 止不住地往后退 手脚并用 毫无形象可言 小姨 何秦看着女儿这样 情绪崩溃地尖叫出声 冲上前抱住和顾仪 何秦 我们的账该算算了吧 何秦身体颤抖地仰视我 眼神翠着毒 我妈的疯 你应该没忘吧 我俯侍抱在一起的母女俩 犹如俯侍狗言残喘的蝼蚁 何秦将女儿搂得紧了些 躲开我的视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妈就是命贱 自己疯的 我蹲下身 捏住何秦的脸 逼她直视我 贴到她耳朵旁 宛如恶魔低吟 何秦 你是不是以为周知会救你啊 你凭哪点这么自信 就凭何顾仪是周知的女儿 何秦瞳孔放大 仿佛有人掐住她喉咙般 乌咽着 你 你 周知 周自其的老爸 周是目前的掌管人 我该说你蠢 还是说你天真呢 我捏着何秦的脸 替她挽了挽耳边的发 诡异地笑出声 你不过是她 养在手里的一把刀罢了 让你逼疯我妈 接近我爸 拿到审视股份和继承权 可是现在 你暴露了 那就意味着你成了弃子 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弃子 下场会是什么呢 不会的 不会的 她不会这样的 我甩开她的脸 厌恶地擦了擦手 不会 你觉得她让你做这些事 是为了什么 为了把她自己摘干净啊 蠢货 何秦愣愣地看着我 一旁的何顾仪 还沉浸在自己的恐惧中 一直反复低难着 不是她 不是她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当然 前提是你今晚出了这个门 还有活路 刘仪 送客 我不再看她 朝门外走去 陆子舟的车 不知什么时候 停在了门外 上了车便看到刘仪招呼保镖 将他们母女二人嫁了出来 今晚盯着他们母女 记住让他们活着 但也要受够惊吓 上车后 第一时间就是打电话 吩咐手下的人盯紧和其母女 收尾了 陆子舟坐在我旁边 将外套脱下来盖在我身上 我闭着眼 沉沉叹了口气 陆子舟 我好累啊 我可以 不用 我和你说过的吧 我的仇 我要自己报 我打断了陆子舟 未说完的话 陆子舟倒也没继续说 只是轻轻地将我的头 按到她肩上 闻着那白檀香 我第一次睡得安稳 睡了没多久 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沈总 果然有人来找他们 人已经控制住了 何琴说 要和你通话 把电话给他 我直起腰 揉了揉眉心 电话一转 耳边响起何琴的哭喊 沈家莹 不 沈总 我和你说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报了我的私人别墅位置后 便挂了电话 车子也立即掉头 往目的地开去 刚进门 何琴便冲过来 随即又被保镖 按住 我和陆子舟并肩站着 低谋看她 沈总 你答应保我女儿平安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何琴刚刚走过一趟鬼门关 现在见到我便像见到了救命稻草 她没想到 那个和她生女儿的人 竟然真的会很下心 要除掉他们母女 何琴 你没有资格和我提条件 相反的 我要看看 你给的值不值得 我在这儿和你浪费时间 我不带一丝情绪的开口 我有周知 给我注射剂的录音 以及她给自己妻子 注射药剂的录音 还有她买凶杀张霄的截图 这些够不够 换我女儿一条命 我有罪我该受到惩罚 可是我女儿还年轻 这些跟她没关系啊 她甚至都不知道 周知就是她父亲 如果当时我知道 她是和周自其有联系 我一定会阻止的 何琴跪在地上 流着泪垂着自己的胸口 嘶吼道 我是周知的女儿 我和周自其是兄妹 一道低难在角落响起 被吓晕的何顾仪 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 眼神没有聚焦 我和周自其是兄妹 兄妹 何顾仪蜷缩在角落 嘴里翻来覆去念着这一句 陷入吃傻状态 报应 都是报应啊 何琴想过去抱何顾仪 却被保镖按住 只能脸贴着地 痛喊出声 证据给我 你女儿 活着 我朝保镖挥了挥手 保镖退开 何琴手脚并用地 爬到了何顾仪身旁 抱着她 好 好 我都给你 都给你 周知被捕是在几天后 她自己的寿宴上 我坐在宾客中 看着警察将她带走 看着了解一切真相的周自其 摊坐在地 眼看她验宾客 眼看她楼塌了 我爸也被投票 踢出了公司董事会 自使恶果 沈佳莹 你一定要把我逼到绝路吗 你妈的风 已经查明是周自其和何琴 还有那个张肖甘的 不是我 我爸坐在沙发上 仿佛一夜苍老 生了白发 不是你干的 但是是你默许的 不是吗 我看着眼前这位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觉得有些好笑 我妈当时突然疯 你真的没察觉问题吗 你当时是不是在庆幸 何琴帮了你一个大忙啊 只是你没想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替别人养了十多年女儿 到头来 一场空 这就叫 报应 我打开手中的相册 将我和我妈的合照 举到她面前 我妈欣赏你 带你进公司 你倒好 想着怎么害她 我记得我妈以前最爱笑 教我骑马 射箭 最爱看我跳舞 给我买好看的衣服 她的怀抱是软得温暖的 可后来 这样一个人被害得疯了 她的手不再抱我 而是掐我脖子 打我 偶尔清醒的时候 会愧疚地打她自己 这样的日子 我过了十三年 你在哪儿 你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妈给你 所以现在 该收回来了 我关上相册 不再去看眼前 落下泪来的人 离开了别墅 我和周芝见了一面 隔着玻璃 她拿起电话 声音含着狠毒 当初真应该 把你也弄疯 我歪了歪头 周总 斩草不除根 你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没关系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把那些曾经 瞧不起我的人 全部踩在脚下了 周芝精明的脸上 迸发出一种疯狂 吴鱼瞧不起我 他们吴家瞧不起我 可结果呢 吴鱼自杀 公司还不是到了我手上 你妈妈怀疑吴鱼的自杀 想要调查 还警告我 结果呢 还不是一样的下场 还有苏家 要是没有你 苏家和自其结婚 也会慢慢疯 到时候 苏家的产业 也会到我们手上 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我看谁还敢 把我关在地下室 我看谁还敢打我 骂我是孤儿 也种 我看谁还敢 周知陷进了 自己曾经的回忆 也就是他的执念中 开始癫狂 周总 你想知道你儿子的近况吗 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 我格外平静地开口 周知最爱的便是周自祺 他的独子 周知回了神 眼底溢出渴望 我笑得残忍 贴近电话 缓缓开口 他死了 自杀 和他妈妈 无鱼一样的自杀方式 说完 我挂了电话 坐在玻璃前 欣赏着周知 从渴望到惊诧到否定 最后到绝望 他扑上来 拍打着玻璃 被警察摁住 又反抗着冲到玻璃上 试图冲出来 掐着我的脖子 逼我说清楚 看着他被几个警察 控制带走 我起身一步一步 朝阳光处走去 周自祺没死 这只是我对周之后半生的惩罚 失去最爱的人的痛 将伴随他到达地狱 站在阳光下 恍惚中 看见陆子周站在车前 对我挥手 我笑着朝他走去 却忽然间失去了意识 我现在黑暗里 找不到出路 隐约中听到有人说 他现在的精神很不好 一直以来都属于强撑状态 现在基本是所有的情绪反扑了 自那次昏迷醒来后 我常常会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总是梦见我妈妈站在我的床前 伸手掐向我的脖子 每当这时 我便开始不受控制地反抗 拳打脚踢 撕扯自己的头发 好像这样就能救自己 可每次我开始这样 陆子周就会抱住我 任由我的拳头落在他身上 牙齿咬在他身上 有时听见他闷哼 我会短暂地回到现实 看着他身上的伤 我好难受 感觉好像心脏被刨开了一道口子 血一直流一直流 白天不睡觉的时候 我会看见妈妈对我笑 对我伸出手 要和我跳舞 我便拉着他跳舞 其实那个人是陆子周 他一边跟着我跳 一边把头抬得高高的 可是我看见了 他的眼睛好红 我开始配合吃药 有时候也会不配合 陆子周喂我的时候 我会狠狠咬他的手 可他还是哄着我 严重的时候 要吃下去便会呕吐 清醒的时候 为了不让陆子周难过 我每次吃完药 都会强撑一段时间 然后说去上厕所 再开始呕吐 可后来我发现 陆子周早就知道了 我的小伎俩 每次我装坐上厕所时 他都会站在门外 他总是在门外偷偷哭啊 有天晚上 我半清醒半恍惚 路过书房 看见亮着灯 陆子周睡着了 我点着脚走上前 发现他在写信 他给谁写信呢 我敲咪咪地拿起来看 苏阿姨 您好 我是晚辈陆子周 很抱歉 这么久才与您正式介绍自己 最近佳莹很想念您 会拉着我 跳你们跳过的舞 会像孩子一样 让我抱他 唱您唱过的摇篮曲 但他在梦里 却总是被惊醒 会想到与您发生的一些不愉快 我想着 大概是您对我不满意 所以才会生气来吓吓他 我很抱歉 我当初追求佳莹时 手段确实不算光彩 我一直在反思和弥补中 如果您对我有气 您可以惩罚我 除了不让我娶他之外 其他的我都受着 佳莹他 很爱您 您不喜欢他 他很难过 如果下次 您再来他的梦中 可不可以请求您 抱抱他 晚辈陆子周 就着灯光 这封信仿佛被赋予了某种魔力 穿过了我脑中的那天混沌 坚定而有力地抱住了清醒的我 我将信放回原位 走回了房间 那一夜 我好像真的没再惊醒 第二天 我下楼时 陆子周正在做早饭 自从我病了后 他便亲自负责我的饮食起居 陆子周 我轻轻唤他 他愣了愣 转过头呆呆地问我 你刚刚叫我什么 陆子周 不是妈妈 不是魔鬼 是陆子周 陆子周猴姐滚了滚 机械般地关火 洗手 脱围裙 然后走到我身边 和我对视几秒后 突然仰头 暗骂了句 靠 陆子周 你哭了吗 靠 陆子周把我带回了人间 用他的爱 定好之后 我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最近忙着一个海外项目 到了陆子周妈妈待的国家 工作开始前 和陆妈妈约了饭 陆妈妈打扮得格外时髦 一见面就把我带回了家 说国外的 没有自己做的好吃 饭后 陆妈妈拿出了 陆子周小时候的照片 跟我分享糗事 我这个儿子吧 什么都好 就是小时候那个字啊 跟狗爬式的 幸亏后来练好了 陆妈妈把他字的照片 递给我看 这是陆子周写的 我盯着上面熟悉的字体 有些许激动 是啊 够丑吧 这应该是他高中写的吧 说起来 他高一高二 是在你们隔壁学校读的 高三因为我们事业问题 就出国了 陆妈妈沉浸在分享中 我蹭一下站起来 有些东西 好像超出了我的预想 高中那会儿 我妈妈疯得很厉害 我身上总会带伤 加上圈子里多的是 见风使舵的人 一来二去 周自其带人孤立了我 在最黑暗的那段时期 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直到一天早晨 我的桌子上贴了一张便利贴 和一瓶牛奶 便利贴上写着 听说今天有流星雨 活着看看吧 字很丑 但那一天我活下来了 后来的每一天 我的桌上都会有一张便利贴 和牛奶 写着各种各样活下去的理由 我就在这些看似荒诞的理由下 活了下来 高三没有了便利贴 但我等来了转学的许染 至此 我真正活下来了 我一直在找的便利贴爱心奉献者 竟然就在我身边 带着迫不及待回去见陆子舟的心情 我加快了工作的进度 这次的客户是一个年轻男生 见第一面 他便惊呼 你就是沈嘉莹 你很了解我 我有些疑惑 我是陆哥的好友 从高中到现在 你的大名我可是太知道了 陆哥以前天天早起翻墙 给你送便利贴 你刚进公司那会儿 只要有项目出差 陆哥每次都会提前跟当地的朋友打招呼 暗地照看着你 怕你吃不惯住不惯 你的项目 只要他能插得上手 背后必给你帮忙 当时跟几个劝他 说你家事太复杂 不好 不是一路人 容易惹祸上身 可陆哥说 你从来就不想和他同路 是他非要跟着你走 就算没有同行的路 他也要踏一条出来 男生感叹着 项目谈得很顺利 晚上和陆子周视频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老盯着我笑 搞得我心里毛毛的 陆子周戴着眼镜 眉眼含着宠溺 陆子周 嗯 我们结婚吧 等着 我明天飞过来 陆子周给助理打电话 说订票 你过来干嘛 再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当面说 好亲你 原来 我的爱人 比我预料得更早一步 就开始爱我了 我以为自己荒芜的生命 原来早就因为 它长出了玫瑰 我以为自己荒芜的生命 我以为自己荒芜的生命 我以为自己荒芜的生命